好了,我们今天来关注一下拉克兰地图的一些微小变化 那么拉克兰应该是去年十月万圣前那个版本改 但是我们还没应该没到半年那个时间点上 但是我悄悄发现了一下有些些微的区别 所以我还是很好 然后这个就是飞到J1嘛 他以前这边是有个 他以前这边是多了一个品牌 他现在挪在一块 所以他现在只有三个品牌 所以他地图矮了一点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飞到J2 飞到J2的一个变化就是 首先这边原本是两个分散的品牌 现在合并成一个 然后右边这一段 右边这一段 右边这一段 这一个平台原本也是上的两个平台 现在合并成一个对手 接下来看一下飞到J3 飞到J3的一个变化是 原本这边是有个 诶 等一下 原本这一边是平台比较高一点的 然后他稍微改矮了 然后就是这个平台 原本是一个 变化的两个平台 合在一块 右边这一边 这边也是 这边原本有个小平台 然后合成一条大条 然后再来看一下J3 J3 J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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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5 J4 J4 J6 J4 J6 J5 J9 J2 J7 J9 J9 然后鸡飞狗跳2是没有变化的 鸡飞狗跳3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然后它这个平台原本是比较高的 然后它稍微载一点点 然后这边原本是两个分散的平台 现在合成一条一条平台 然后这个平台它是原来比这个平台 它比这个平台略高一点点 现在改为略低一点的 而且距离也拉近了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获胜蝶接一 它这个 破胜蝶接一的这个变化就是原来这个梯子 离下面这个平台的距离是略高一点 现在改叠了这个距离 然后看一下 。 啊 破勝疊接二的是怪物重生率也高了一點點 高了0.5 最後 來看一下這個圓形碧露 圓形碧露的變化是非常明顯 首先來看一下圓形碧露一 圓形碧露的變化是 首先中間這邊有條繩子 這條繩子是原本不存在的 這個繩子是新增上去的 然後 所有 所有這些 圓形碧露的地圖 都有一個特點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 連布 連布不能再成為一個平台了 這 變成一個 背景 這個 連布 原本這個平台 現在沒有 然後 這邊是圓形碧露二 原形碧露二的一個變化 原形碧露二的一個變化 是原本這一邊是 分散的兩個平台 現在合成一個平台 然後 就同樣的 所有的連布的平台 全部取消了 另外 另外就是這個 繩子離地面的距離 減短 應該是短 然後看一下 表情碧露三 原形碧露三的一個變化 是這邊的一個平台 原本是 原形碧露三的一個變化 這兩個平台 再合成一個平台 然後這一邊 多出了一個平台 這平台是多出來的 然後看一下這個 武鞋佔領鞋一 看看這個地球沒有變 看看這個地球沒有變 土鞋佔領鞋一 的一個變化 是非常大 所以 首先呢 左邊這個平台 左邊原本是有三個平台 一個在左上角 然後 左邊 左邊有三個平台 分別是左邊 連播還有這個平台 現在變成只有一個平台 右邊 右邊也是一樣的 右邊是 三個平台 再加上右上角的一個平台 右上角那是路燈 路燈也改下吧 對 然後 對 中間 中間這個平台 原本也是两个平台之间有一个联布 它现在变成一个平台 然后下面是没有变的了 然后就联布全部取消了 所以它现在变成只有三层 像这样的结构只有三层 所以它的高度是降跌了 然后看一下五斜战领阶 这个五斜战领阶二的一个变化 上面原本是五个平台 分别是三个短平台 接两个联布 那现在就变成一个平台 然后就是中间这个平台也是 中间原本是两个平台 接一个联布 现在变成一个平台 下面是没有变的 同样联布平台全部取消 所以它这个地图的高度降跌了 我们要看一下恶梦时间塔 恶梦时间塔前三个是没有变化的 身体 multiple标诶 要变化的 因为挑 Wie文 在要变化的 出取说 他 又 BGM 用手指挖 B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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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惡夢時間塔4是有地形上的維織角色 然後惡夢時間塔5很明顯的特徵的話 這邊有個傳送門 可以互相傳輸 互相傳輸的一個傳送門 然後地形上沒有變化 那麼還有個變化就是各地圖有各自的一個怪物重生率的變化 飛到街1是1.8到2.4 飛到街2是2到2.4 飛到街3是2到2.5 雞飛狗跳之地是2到2.3 雞飛狗跳之地3是2到2.2 然後獲勝蝶接1是2.2到2.7 這獲勝蝶接2也是2.2到2.7 所以原型壁錄之地1是1.9到2.4 原型壁錄之地2是1.9到2.5 原型壁錄之地3是2.1到2.4 所以現在獲勝蝶接1是1.9到2.7 古鞋占領對2是2.5 雞飛狗跳之地2是2.1到2.4 噩夢時間塔4是1.3到1.4 然後噩夢時間塔,其它的沒有 那么具体的一个变化就看到这 然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